原标题 拿破仑攻打沙鹅的时候 为啥不联手满清 太自负了 1812年 拿破仑开始攻打沙皇格国 直至攻打下了莫斯科 这场战役最后以拿破仑失败告终 那么 拿破仑为啥不联手满清 两面夹击攻打沙鹅呢 拿破仑在欧洲 拿破仑的名号直至今日 仍然有很多拥顿 今天 很多人对拿破仑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说他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军事家 政治家 正式的拿破仑的铁锡下 欧洲除了沙鹅外 形成两大一统 都归拿破仑环礼 当拿破仑可以驾驭整个欧洲后 对待沙鹅的感觉 就是四个字如梗在喉 所以 在1812年 拿破仑亲率使用12种语言的57万大军远征沙鹅 在拿破仑的一生中 拿低胜仗太多了 所以他认为很快就能拿下沙鹅 然而 他错了 拿破仑撤兵1812年9月7日 在莫斯科西面120公里左右的波罗济诺地方 拿破仑与沙鹅 开始对决 这场战斗十分残酷 仅一天时间 罚军伤亡5万余人 俄国伤亡4.4万余人 面对来势汹汹的拿破仑军团 俄国军队在激战过后选择撤退 拿破仑占领了俄国的大片土地 最后占领了莫斯科 然而 拿破仑得到的 只是一座工程 因为此前 俄国已经采取了一个策略 利用战略纵深较长 必让拿破仑的锋芒 柴西再战 所以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离开莫斯科后 带走了所有吃的喝的 拿破仑得到的莫斯科 一点得不到补给 而法国的补给线太长了 无法供应军队的吃饭 等着冬天来临的时候 沙鹅开始反攻 沙鹅为啥从撤退进入反攻 主要是冬天的沙鹅 实在是太冷了 本地人都感觉到了 那些住惯了温暖地域的法国大兵 实在是太遭罪了 冻死饿死的都有 最后 拿破仑带着不到三万人的军队选择败退 离开了沙鹅 嘉庆皇帝拿破仑 从西面进攻沙鹅的 为啥不联络满清两面夹击沙鹅呢 当拿破仑败退后 很多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其实 就在拿破仑进攻沙鹅前不久 俄国已经交恶中国 如果不是拿破仑打响战役 沙鹅可能会进攻中国 根据资料记载 1803年11月 俄国致函清朝 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仪式已经即位了 想派出使团前往清朝 祝贺嘉庆皇帝即位登基 其实 嘉庆皇帝早已即位数年 俄国人无非是找个借口来北京搞外交活动 第二年3月 嘉庆帝作出决定 表示 俄国人言辞即位和顺 用意亦然颇为诚恳 应基准如所请办理 中俄之间路途遥远 通信需要很长时间 直到1805年9月 俄国使者戈罗夫金 才率领242人的使团 抵达当时 清朝与俄国的边境伊尔库斯克 抵达库伦后 库伦办事大臣云登道尔记举办盛大的宴会 来招待俄国使团 宴会进行前 所有人需要对象征着清朝皇帝的 相暗行三贵九寇之礼 但戈罗夫金拒绝这么做 双方不欢而散 经过三十多天的争辩 库伦办事大臣收到了嘉庆皇帝的圣旨 将干大使妥为护送回国 并将从干大使所收取之全部贡献以并交还 这件事在俄国朝也引起了轩然大步 俄国一方面对清朝继续交涉 另一方面甚至准备教训清朝 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如果那时拿破仑真的求助中国 联手两方夹击沙俄 也许嘉庆皇帝真会同意 那么拿破仑为啥没有这么做呢 拿破仑一 拿破仑虽然熟悉欧洲情况 但是对亚洲情况支支甚少 甚至不知道沙俄的南方 还有一个超级大国中国 所以既然不知道中国 就不会求助中国 约定双方夹击沙俄 二 拿破仑一直打胜仗 非常自负 认为自己能拿下沙俄 所以没有求助别人的帮助 三 清朝闭关锁国 国力衰退 就是知道拿破仑在打沙俄 但是国内矛盾 重重 也不会轻易出兵沙俄 四 清朝虽然与沙俄发生了分歧 但是 只是围绕礼节问题发生的 还没有达到打仗的程度 综合种种原因 当拿破仑攻打沙俄的时候 没有选择和满清联手夹击 如果拿破仑和满清加手攻打沙俄 也许历史就会重演 参考资料 远东国际关系史 清代外交礼仪与礼仪之争 作者 每日汉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非在于词委肯定